Coffies, Movies, Everything Music, Readings, Everything Sunshine, Blue Sky, You and Me, Everything 月耀日文創月 歡迎收聽月耀日文創月 我是Kath黃妍 今集想帶大家去到cafe坐下 我也找來另外一位朋友和大家一起聊天 這位朋友叫做Ling 她是一位藝術家 我是在去年的夏天第一次認識她 她給我的感覺是有幾個key words 首先有壁畫 有咖啡 有化妝師 有一筆畫 還有人體寫生 是不是很複雜 很多種類不太追到呢 不如就等她去解讀一下 為什麼她會揹上了這一堆key words 在我身邊的是Ling Hello Hello 你好 Cath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Ling 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畫畫 還有我小時候已經有個志願成為一個藝術家 我現在的工作除了會幫不同的店鋪畫壁畫之外 我每一年都會有一些創作畫展 通常這個行業都會跟咖啡有關 也會去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教人做咖啡 而另一邊商 其實我也是一位化妝師 其實很多時候我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美學這件事 你發展 你是不是一畢業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 不是的 其實我一畢業 我讀設計出身的 之前是Toy的designer 做了很多年了 之後月做的時候 香港公司做到國際最大的品牌 就慢慢發現 其實做到最大的品牌的時候 可以讓我發揮創造型的空間 其實是愈來愈縮窄 愈來愈少 當時我就會想 既然其實都沒有什麼空間的時候 而我還是這麼年輕的時候 那就不如試一下去做化妝師 因為化妝師是你很直接 已經可以見到這個客人 喜歡還是不喜歡那個化妝師 那就不用繞個圈 好像Toy的designer 你要經過很多浸 你才知道 你買不買那件產品 可能不是因為你的產品 設計有多成功 而是可能是因為 有些人類的關係 但是化妝師不是 然後後來發展到 我做化妝師做了兩年左右 我也發現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畫畫 而我的人生當中 也有一些 出現了一些狀況 令到我要用畫畫 來去抒解我自己 一些不開心 慢慢就再去發展到 一個藝術工作者 嗯 你介不介意分享一下 那個狀況是怎樣 其實當時的時候 我有一段婚姻 那時候 我和丈夫之間出現了一些問題 他有第三者 當時我就很傷心 既然他的心 不是留在我身上的時候 大家就不如分開 分開的時候 這十年和他一起之間的感情 其實很難一時之間去扔下 所以 但是我也要去繼續 go on my life 的時候 我一定要解決這個不開心 所以所以我用了 我以前 可能小時候 不開心我也會去畫畫 也嘗試用了這個方法 去了一間大澳的咖啡店 等自己靜一下 還有畫那裡的地方 那間咖啡店 發現畫完之後 自己就很舒服 後來還發展到 我在那間咖啡店 打工換熟 原來咖啡店 人情味很濃 可以很令我放鬆 而一杯咖啡 也是可以令到我 很安舒 很放鬆 所以後來 以至到我的作品 很多時候會和咖啡店有關 甚至我也會知道 我在咖啡界這個學業裡 我不是做企巴去做咖啡的 而是我很想把咖啡的文化 讓香港人更加的形式 之間的橋樑 就知道 作為音樂人 我自己會用音樂去記錄心情 而作家就會用文字 而Ling呢 她就選擇重新再拿起畫筆 用畫畫的方式 將她心中的屈結 一個一個打開 她也沒有想到 原來這樣畫畫 會令到她的人生有一個新的發展 就是她開始畫壁畫 畫壁畫就是後來的時候 很多咖啡的朋友認識我 之後她就邀請我去 搞一個畫展 完成了第一個畫展之後 有一些咖啡店就發現 原來我可以畫到很多不同類型的畫 就邀請我去嘗試去畫壁畫 你當時開始畫的時候 是不是用一筆畫那種方法去畫 其實我想說 畫壁畫用不到一筆畫 那一筆畫 什麼叫一筆畫呢 就是當筆尖 碰到那張紙之後 然後你是不能夠去停 就去完成整幅圖畫 因為壁畫 始終你要點墨水 就是點一些 paint 所以一定會有停頓的時刻 那一筆畫就是 在我第一二個畫展 和我本書都會呈現到 對了 剛才阿Ling有提過 她有一本書 那本書就叫做 在咖啡館告別悲傷 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我去見到那本神文 那本書很漂亮的 是一本唇白色的書 那在封面呢 是有幾個一筆畫的作品 然後我記得有個女孩子 是有個紅色的唇膏 非常的搶眼 整本書很簡約的 那裏面呢 就有阿Ling的文字 她去講解自己 為什麼會開始 就是在那段不開心的時間 開始去到不同的cafe 去自我療傷 和畫畫 和裏面其實收錄了很多 她當時的作品 很多一筆畫的作品 所以我在那段時間 我覺得你很厲害 因為呢 上年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在一個展覽裡面 其實是一間cafe裡面 那見到你剪出那些畫 很大自然 就是有少少 我會形容是 水墨畫 風格的作品 但是那一揭開本書 看到裡面全部都是一筆畫 是完全不同的造型 然後我再去看 我發現你在不同的地方 都有畫壁畫 那些畫是可以去到很色彩 然後有些又是很卡通化的 但有些又可以很簡約的 你很厲害 為什麼你可以駕馭到這麼多 不同的畫風 其實呢 你們去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畫風格 但是其實 在藝術世界裡面 我們就算是不同風格都好 我們每一個藝術總會有自己 一些歸一的標誌 就譬如說 大家可以看我的畫作的時候 慢慢會發現 原來我的強項是畫線 線條錦是很重 無論很淡的東西也好 或者很色彩的東西也好 我能夠用線去表達一個情緒 一個情緒 還有 剛才這麼說 為什麼你們可以看到 有這麼多不同的風格呢 因為其實在自己的畫畫的旅程當中 除了不停去 很多時候去畫咖啡店等等 我都會 差不多一個月都會找一些時間 去同一班畫友去練習 練習是畫些什麼呢 其實我很喜歡畫人體寫生 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是很漂亮的 它有它自己不同的feature 當我去deep in 去畫的時候 它不停練習 我又發現 原來我旁邊的朋友一起畫 都是在畫同一個人 但是他們都可以有不同的呈現出來 當中也有專業的畫家 有老師 有些可能是工程師 你會看到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這個藝術的世界 因著它的背景 而產生了不同的畫法 所以我會向他們去學習 會嘗試大家去溝通 而我自己都是土生土長的 香港的女生 學生 我讀藝術 其實我都是回香港 自小就已經很嚮往 可以有錢去外國讀書 但是沒有 那個時機已經沒有了的時候 到大了現在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不能夠去接觸 外國藝術師的思維 以至影響了我的art work 不是 只要是自己去爭取 踏前一步去練習 就發現原來他們是這樣想的 以至到幅圖畫不同 所以將這些元素慢慢放在我的畫作裏 所以就會看到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就是這樣 很厲害 在我的認識當中 我覺得阿Ling是一個認識很多人 而且她很願意去跟別人去分享她的東西 而且很願意去聊天 我覺得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去溝通和互相交流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雖然活在自己的世界 你可以創造到自己的那種風格 但是當你去跟別人去接觸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別人一直在影響著你 而你也一直在影響著別人 創作就是互相影響 而令到那個作品變得越來越好 所以在不同時期 我覺得我自己做的音樂都是不同時期 去看回自己的作品 你會大概看到自己那時候的心情 還有在想什麼 這個是很特別的 嗯 如果說回壁畫 你第一幅壁畫 是什麼心情去畫的呢 畫了什麼呢 其實第一幅壁畫 就是在咖啡店 大致上其實 我和店主大家去談的時候 當然是 都是潮漲 推廣咖啡的文化 那時候大家立了一個題目 就是很想大家去 不加糖不加奶去嘗試一杯 黑咖啡 究竟它月有的味道是什麼 這樣 當然我很興奮 會覺得 哇 你知道香港的屋子很小的 對 我畫的畫全部都是A4尺寸 甚至小過A4尺寸 對 現在我擺在牆上 很棒 有沒有覺得很緊張 有沒有不知道應該怎麼落筆 會的 都會有緊張的 但是我還未至於十分緊張 因為 那個屋子很好 他沒有給太大的壓力給我 因為 他也是年輕人 比我說要年輕 大家去看的時候 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創作 我不應該去規範那麼多 究竟那個藝人的想法 或者是什麼 我相信過他可以做到 那就OK了 他就放手 給我一幅牆 我畫 所以當時 我應該是 開心 興奮 多於很緊張 但是有趣的 上面畫了什麼呢 其實是 畫了很多裸淚 大家會說 在街上 櫃櫃 很多裸淚 那件事會不會太開放呢 但是其實我所表達的 不是大家眼中所看的色情的眼光 而是 我那時候有個slogan 就是 Be nude for the coffee Be original 意思是說 你要去 很勇敢去嘗試 沒有加糖 沒有加奶 去taste 咖啡的original 味道 但是就有如 好像我們平時 我們換衣的時候 我們照鏡 我們一絲不掛的時候 其實是 to be honest to ourself 我們看到我們真正的自己 一樣 就等於我們 taste the coffee 是很真正的 original taste 我剛才也有說 我很喜歡畫 Live drawing 就是人體寫生 我會欣賞那個美學 所以我也很想 在當中 叫做 挑戰一下究竟 這個public 究竟會怎樣去看這一幅畫 他們是不是有用心去看當中的slogan 去感受當中咖啡與那些 當中整個裸裏 當中的關係 因為所有的裸裏 是拿著做咖啡的工具 是的 是享受那杯咖啡 那你就會去挑戰 很緊張 究竟別人會給什麼feedback 而當中都在籌畫的過程當中 因為畫一些裸裏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憑空去想像的 那些裸裏 其實是我要找一個人 是真的一個model 他可以幫我拿著咖啡的容器 而我要拍他們的照片 拍完一輯 然後我再去 在畫的當中 即是畫長的當中 我要拿著電話 但是後面很多大叔在看的時候 你想想 那個狀態多麼有趣 很尷尬 但是我也要用一個防偷盔的螢幕 是的 但是又要拿著筒子 又要拿著筆 又要拿著電話 那件事是挺有趣的 但是大叔就在那裡裝 即是在那裡裝 究竟電話裡面有什麼呢 這個是挺深刻有趣的 當我畫完整幅圖畫的時候 那一晚 即時已經有人畫花了一幅畫 那是不是很傷心呢 我很生氣 因為它上面寫了的英文字就是 就是罵我 很下樓 就是這些照片 所以我很生氣 然後之後 但是我會覺得 咦? 那真的有聲音 有人看到 有人看到 那我當然是 第二天我會清理一些塗 剪圖 後來就慢慢變了 那間店的標誌 就是 會有一些裸女圖在那裡 就是這麼有趣的 你那時候畫了多久? 即是由起稿開始 大約七天左右 很快 七天就畫了 因為其實那時候 都是比較粗略一點的 即是我也覺得自己那時候 剛剛才開始 我還沒去 和我的筆筆 去做朋友 就是 總是會有一些 不就手的 這樣 會有人故意去那裡拍照 為了你的那幅畫拍照 你知道嗎? 會有的 之後 順便都是在那裡 會吃東西 喝東西 然後就會貼了我 這樣 有什麼感覺? 第一次收到這個貼的時候 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 覺得 其實 有更加多的大眾 去接觸到一個藝術 大家去看 不再去保守 去看 裸裏就是三級 裸裏就是 應該要被禁止的東西 為什麼不由另一個角度 去看一些美學呢? 其實你現在 在那裡畫過多少間店舖 或者多少個地方的壁畫 我想 應該有 九至十張 那如果要你在裡面 選一個印象最深刻 或者最喜歡的一幅壁畫 你會選哪一幅? 我自己當然是會選 我後期在大澳 所去畫的壁畫 這樣 我去年再回到大澳的時候 我也是很無聊 因為每年我都會回去一次 因為我覺得好像探家人 嗯 那個是我的第二回家的時候 嗯 我就說 很無聊 就問一下老闆 哪一幅牆可以讓我畫 我就會把我在大澳裡面 這麼多年的一些感覺 因為在大澳裡面 我每一次回去 我總會遇上很多不同的人 和經歷 當中有失婚 當中可能有 當中環遊世界365個城市的人 嗯 是的 很多奇怪怪不同職業的人 他們都會去到大澳這間咖啡 自己獨處 嗯 我當中和他們聊天 一些的內容 一些的感覺 我就把所有的東西 就放了在那幅壁畫那裡 老闆也沒有限制我畫些什麼東西 嗯 他只是說 我很喜歡魚的 你也知道 嗯 然後之後我就 很大澳人 是的 那我當然會畫魚 還有一些我對大澳的印象 那所以 大澳的這幅壁畫 對於我來說 是 很有意思 和我最喜歡 嗯 對 畫過這麼多間咖啡的壁畫 其實大家都知道 每間咖啡呢 雖然都是在賣咖啡 但是它有的特質都不同 到底阿Ling是怎樣去找到 每一間咖啡 每一間店鋪 他獨一無二的那種特質 然後再把那種特質 放到他那幅壁畫裡面呢 然後想問一下 其實你每畫一幅壁畫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就是你首先會和店長去談 通常你去問他可不可以畫 還是他邀請你畫 通常都是他邀請我去畫的 這樣 那當中因為 可能很多時候都是朋友介紹 這樣 或者在咖啡界裡面都認識我 這樣 那畫之前 我可以和他做一個訪問 嗯 我要很了解 首先 他的店鋪 究竟是做什麼 他去開這間店鋪的理念 嗯 甚至 和主持人的關係 喜好 嗯 他的美感學上面 是有一些什麼的喜好 嗯 那 我了解了 之後 我也一定要去到他的店鋪去感受 例如說咖啡店鋪 我和他做完訪問 我要第二天去真的喝他的咖啡 我會去試他的食物 不是從他的口說 而是要去感受這個環境是什麼 嗯 有時候譬如做酒 我不是很能喝酒的 嗯 但是我也要去試 去認識究竟什麼 叫威士忌 嗯 做威士忌的過程是什麼 這些是我應該要去理解 因為我要去清楚自己的角色是店主未必是一個藝術人 但是他有很多的心思放在店鋪 他很想有些訊息給大眾的時候 我就要用我的專業圖像 來把這些訊息去幫他揣達 這個是我應該要去做的角色 對 之後 如果是一些沒那麼熟的店主的時候 我當然也是會起稿在一張紙上 讓他看完大家有個共識 然後我們才會開始畫 但是對於我來講 畫壁畫的時候 我是很不喜歡 叫做起稿起得很仔細 是的 就是畫腹長的時候 因為我會覺得 我已經在一張紙上畫得很仔細 嗯 你怎麼也一定會去紙上畫轉 我會的 但是對於我來講 如果沒有這麼規範的店主的時候 大家有個信任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留一些空間 讓我去到現場 去感受那間店鋪 我不會這麼死實實 是這樣就是這樣 你要融讓自己在畫的過程裡面 就是我會聽著歌 我會感受 甚至當中我會很八卦聽一下 一些 就是坐在那裡吃客 一些咖啡老闆 一些咖啡老闆 在說什麼呢 通常有時候在街 有些街坊 會走過來 會跟我說 hello 又會 有看到你的大嬸 是的 就是 你會看到輪舍關係 是很close的那件事 嗯 這些都是其中一些的感受 你去額外 還要放在你的不足裡面 嗯 所以我這麼說 為什麼在畫中 不可以畫得這麼死實 就是要融讓自己有這些感覺 所以其實我看到你每一幅 就是無論是你自己本身畫在紙上面的作品 還是是擠畫更加是 我是看到很人性化 很有溫度 和很溫暖的裡面 就是我基本上呢 我看那幅畫 我大概會感覺到 那間店其實是很喜歡簡約的東西 或者那間店本身就是一個很有人情味 很溫暖的地方 我在你的畫作裡面是會看得到的 這個是非常欣賞的 多謝 多謝 我想問一下 那你迫畫畫過這麼多 那你有沒有說 之後還想挑戰什麼類型的店 或者還想畫些什麼呢 嗯 其實我自己又沒有什麼 怎樣去想過 因為我個人很有趣的就是 自從我經歷了離婚這件事之後 我發現生命 你是不能夠去掌管的 嗯 就是哪怕可能以前 就是很多朋友會認為我們是無犯夫婦 但是到最後是這樣的時候 我就發現原來其實 世事是無法掌管的時候 以至到影響了我的人生態度 譬如我的工作 我都會覺得 我不是不計劃 而是我會覺得 我不會去想太多 或者去突然間貿易去 去爭取什麼 嗯 就是不會說 我很想做這件事 就向別人提出 我不會 很多機會都是 我做好了 我現在 別人交付給我的那份工作 嗯 知知然然就會有 另外一些機會過來 可能是我沒有試過 而那個人也會看到我是 一個很勇於挑戰 和嘗試的人的時候 嗯 他會去願意跟我去 就是有個冒險 去有個火花 這樣 這個才是 真是好玩之處 嗯 也有一點點分享 就是擦開一點點 就是講講化妝 嗯 我有曾經試過 我在畫畫的那堆朋友裡面 有個朋友是做AI的 就是robot 嗯 他的公司是做一些 真是 人養撕裂款人皮 人皮的AI的robot 嗯 他是要找一個化妝師 嗯 然後之後 我職業的化妝師 當然是OK 但是去到interview 的時候 他的老闆說 哇 你是很合適 因為你以前做過玩具 你知道那個silicon的質感 應該是 應該是 要用一些什麼東西 是的 那 怎樣去出帽 經常會有一個knowledge 其實你沒有想過 原來我toys的background 和我化妝的background 竟然是可以融合到 在一個AI robot那裡 就是你沒有想過的 所以我會覺得 很多事情是 都會突然之間 又會發生 你不知道 是啊 阿Ling是一個很喜歡 給挑戰自己的人 剛剛過去的3月12日至26日 他都給了一個挑戰自己 他搞了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 其實是關於多少少人體寫生的東西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說 是一個挑戰 因為在咖啡店裡 你從來不會看到 有咖啡店的老闆 願意讓你放一些裸裏的畫 很大膽 簡直是一家大小的 畫小朋友的那些 根本就不能夠坐在那裡 所以變成 我以前畫過一些 生活畫的藝術 從來沒有怎麼放過我的真跡出來 藉著這個展覽 這個是聯展 也會放一些作品 當眾 大家就可以真的會看到 咦 我如果跟咖啡沒有關聯的東西的時候 純粹在很放鬆的狀態 或者人體寫生的時候 我又會是 一個怎樣的人呢 怎樣的狀態呢 大家可以感受到 聽了這麼多關於畫的東西之後 其實我自己也準備了一個 關於畫作的歌曲 list 所以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聽一下 跟阿Ling 聊了這麼多畫畫的東西 大家都應該有印象 其實她也是一個咖啡迷來的 我自己也是 所以兩個咖啡迷遇上了 沒理由不談咖啡的 所以下一集的《月耀日文創緣》 我們繼續會請來阿Ling 去跟我們去談談咖啡 和談談一些 和咖啡相關的藝術品 《月耀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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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耀日文》